欢迎大家观赏这期的中美开战 中国的舰20对阵美国的S35垂直隐身战斗机 全世界第五代的隐形战斗机在中国的东海发生插枪走火 这是全世界第二起隐形战斗机开战 自此之中,俄罗斯的苏-57也曾经与美国的F-35 在叙利亚上空曾经销售过 这是全世界第二起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发生插枪走火 发生在近日中国的东海部分 中国的歼-20正在执行空中预警 其伴随的飞机是中国最新款的500空中预警飞机 现在我们谈谈歼-20与F-35战斗机两个的不同 首先,歼-20是采用两个发动机 而F-35是采用一个发动机 区别就是单发与双发之间 而且,中国的歼-20隐形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是2600公里 相比之下,美国的F-35隐形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是1800到900公里 所以,美国的F-35隐形战斗机 曾经有一个绰号叫叫肥电 就是,它飞得并不快 一旦被中国的歼-20飞机盯上 它就无法逃跑了 去年,美国的军方曾经发言 要让中国的空军感到害怕在空中中 而中国的空军副司令黄伟曾经发言说 让我们的战机在云端中相见 而我们想也想没到 这场全世界第五世代隐形战斗机 这么快就在中国的东海发生了 由于F-35与俄罗斯的苏-57 在叙利亚上空的空中隐形战斗机交战 没有得到双方官方的证实 所以,这场中国的歼-20 以美国的F-35是正式成为全世界 官方承认的全世界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真正交战的事迹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威尔斯巴赫 在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发言 中美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在近日曾经发生超过一次的近距离的接触 以擦枪走火 不过他没有透露出 美国的F-35与中国的歼-20 具体发生擦枪走火的时间 巴赫说 这次我们发生冲突位置在中国的东海 我们的F-35与中国的歼-20接触 发生的距离非常距离 他从这次的交手给中国的歼-20 给非常专业、相当高的评价 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的歼-20属于非常高端 非常专业的飞行 8号最新的表态说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执行空中任务 双方的插枪走火 而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 就是说 中国的歼-20要测试 美国的F-35的作战能力 所以故意采取一次 真正的对抗式的插枪走火 走进美国的F-35 瞧瞧他有多大的年耐 中国曾经报告 中国的歼-20已经布置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所以他出行的概率相当的高 同时美国有大量的F-35布置在 日本的美国美军部队 所以双方的插枪走火是必然的 所以双方中美的战机在 中国东海发生插枪走火 是非常有可能的 百分之是99.99 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的快 而且美国司令曾经发言 最近之前 美国曾经在中国的东海 折损了一架F-35战机 这次巴赫尔的发言 并没有自吹自唳 所以肯定的是 美国的F-35与这次歼-20的交锋 并不占到任何的好处 而且吃了不少骨头 所以给中国的歼-20这么高的评价 所谓狭路相逢永者胜 可见这次中国的歼-20 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在这次的三方的交锋 美国的F-35一个照面 就被中国的歼-20钉死了 在这次的交锋中 五代引擎重型的战斗机 速度更快 航程更大 中国的歼-20最高速度 曾经达到2600公里之上 而美国的F-35 它的最高速度只是在千巴左右 所以之间的差距是相当的大 而且中国的歼-20航程更大 美国的F-35它的速度一直是属于弱项 所谓美国的F-35曾经有一个组号叫做飞电 这不是吹出来的 所以美国的F-35根本没有发现到中国的歼-20 一旦被中国的歼-20死死的盯住 就完全甩不掉 这正如传闻中的乌龟被兔子盯到 乌龟怎么跑得过兔子呢 至于在这次的插枪走火中 双方随更占优是没有具体的发言 在巴赫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 它有一定的不服气 就是歼-20完全控制了F-35 而F-35完全处于下风 为什么巴赫强调中国的歼-20 在执行空中任务呢 这就是证明了当时美国的F-35 是赤了中国的歼-20的亏 所以他就要再三的重复的声明 中国的歼-20在执行空中任务 而美国的F-35并没有执行任何空中任务 所以会在机动性比较差 所以在机动性更占优势 他非常欣赏中国的歼-20的空中指挥技术 以歼-20飞行员的数字 在体系化的作证之下 美国的F-35与中国的歼-20面对面的时候 中国的歼-20面对美国的F-35 可以完全发动了先发制人 所谓先下手为强 中国的最新的异警机500 先发现了美国F-35的中计 所以让中国的歼-20收到信号 马上钉死于美国的F-35战斗机 而美国之中 美国的空中运警机 并能够侦测到中国的隐形歼-20的战斗机 所以可以发现双方的运警机 都有超过一代的差距 就是说中国的500运警机 是采用更高的科技 属于最新的科技 而美国的运警机属于上一代的科技 所以双方在空中执行的时候 和指挥上有一定的差距 双方的落差已经差了一代 所以说在协同作战中 发生了最大的作用 这个歼-20的战斗是 跟着中国的疫警机500 而发挥了执行空中战斗 以及空中任务 巴赫也是曾经战赏 中国的疫警机500 发挥了最大的功能 他说中国的战机的超远程对空的导弹 得到中国的空警500的协助 这简直是如釜天翼 如何打伤这种杀伤链 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这显然在疫警座 中国的空中疫警机500 与中国的歼-20 已经采用了协同作战的模式 这为中国的歼-20 产生了如釜天翼的功能 提供识别服务 已经分配目标 所以我们不妨猜测中国的歼-20 以美国的F-35 在这次的插枪走火之中 美国的F-35根本没有发现中国的歼-20 而歼-20已经死死的盯住了美国的F-35 已经咬住了F-35的尾巴 让它跑不掉 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疫警机500 很快的发现了美国的F-35 而把目标位置发配给中国的歼-20 中国的歼-20迅速的做出反应 所以美国非常为这次的交火感到非常的紧张 因为中国的歼-20在得到目标之后 它完全可以通过远距离的发动主动 雷达制导的空中 空中的霹雳15的空对空的导弹 置敌于千里之外 美国的F-35战机会马上挂掉 歼-20的隐形战空机的隐身功能 目标的探测能力 中国的疫警500的探测能力 以霹雳15的最大最深的空中远程的攻击 空对空的导弹能力 简直可以让中国的空军成为全世界的武林门主 所以天下的武功唯快不过 所以中国的歼-20可以称霸全世界的空中领域 赢架于美国的F-35顶身战斗机之上 这中国的最新的三维一体的 协同网络作战平台 让美国大赤一惊 折磨中国的作战指挥 系统网络作战平台 凌驾于美国之上 可以说中国的作战网络平台 已经在最新的平台上 属于更高的第三平台 而美国的作战平台 是属于第二代 上一代比较老旧的第二代的作战平台 这让中国的霹雳15的空对空的远程导弹 发挥了最高的性能与公寄能力 三维一体的网络作战平台 让中国的歼-20发挥了最高的零零尽致的最大的水平 巴赫使咬出不放 说美国的F-35并不处于下风 不过从他的发言对话之中 可以看出F-35已经吃了不少中国歼-20的亏 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盖赫 发现中国的歼-20是非的时候 曾经夸言 哎呀这不是什么东西 结果现在中国的歼-20的研发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F-35 真的是所谓 念武不分先后 达者为师 这简直是对美国军方的侮辱 现在剧列中国的歼-20的首飞 已经超过了11年 中国的歼-20在技术层面 与战术层面已经一路高歌 猛烈前进 从手装到猎装已经批量生长化 达到了全世界的异曲下角式的成型 以现在的局势来看 中国的空军 就是对美国的空军摆了一个龙门阵 所以在这场鸿门验中 让美国的F-35吃了不少的亏 这就是说中国的歼-20可以出现在中国的东海 它就可以出现在中国周边的任何一个区块之中 比如西藏公园台海方面的等等的区域之中 所以曾经询问过解放军2021年 毕竟中国台湾的空域首额后 有没有中国的空军曾经说出 次数非常的多 不止一次 中国的歼-20曾经多次飞过台湾附近的空域 而且台西台南的空域之中 来应付美国的特种部队的特种飞机 有可能是F-35等类的飞机 在海峡的南海的抵近侦察行动 显然是现在最实行的反制行动 而美国的F-35来台湾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中美开战 美国的F-35对阵中国的歼-20隐形战斗机 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下一期的中美开战第二集中再见 谢谢 Zither Harp 尽情 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 游走 痕迹 不痛 你曾命运离 不惜 躲避 却观察着 别人 裂物 躲避 却观察着 以为 即是 躲避 一面 躲避 藏零 无伤 铺平 啊 看哪 傻孩子 忍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我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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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好自然Мし点 没影响 在这里 也没有 sabesі 水别混 楼避 却观察着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家乡国力 抱歉只能致敬 究竟何为乱迷 只想风景替代爱意 到底是无事迷 无人能够认禁 时光难尽相悲 无人能够认禁 阿 看哪 无尽心花热彩脸 阿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沙律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三里 没有不能将你 拥抱所有的证明 黑暗三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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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紅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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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